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天消费8000元 涉事店家对此作合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青岛旅游时 女孩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 紧急时刻 岸边垂吊青年出手 成功将女孩救上岸 母亲事后通过网络视频寻找女儿的救命恩人 11岁男孩随父跟团骑行 遭碾压身亡 在骑行过程中 该如何避免危险因素 如何建设安全友好的齐心环境 今天热点关注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继续认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贡客家根雕的飞移传承人 傅仙兵 看他尝试用综合材料打造全新的根雕艺术 家里的双层钢化玻璃频繁爆裂 业主怀疑质量有问题 您的烦心事 暖心事 干问 热线曝光台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肩板 中午好 这里是准时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肩板 我是郭凯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是2024年8月18号星期天 一起来讲述身边的好人好事 我们江西省有很多好山好水 更有很多的好人 最近一位怡春奉信的观众 就给我们的都市现场24小时热线 打来电话说 他想通过我们都市现场 感谢两位好人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一起来看 前两天跟朋友去大县上玩了 就把手机不小心 落到不知道落到哪个店里面 后来发现手机不在身上的时候 已经花了六点了 因为逢人大事上是六点钟关门的 我就急匆匆匆的去忙去找 反正发现那里店铺几乎都关门了 事情发生在14号下午6点左右 当时大部分店铺都已经关门 焦急的展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请一位还在整理店铺的店员帮忙 自己就先行回了奉心 手机失而复得 走到我店门口 然后我们在准备收摊的时候 然后这边所有的店铺都关灯了 然后看到我们这家店亮着 跑进来很着急的样子 然后我问阿姨你干嘛了 她说我手机丢了 我就想着 我说我有一个商户群 我帮你问一下 万智潘说 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其他店铺都已经陆续关门了 她在商户群内帮忙询问 但是当天没有找到 宅女士丢失的那部手机 第二天早上她又给我打电话 她说美女你再帮我一下了 她说你去那个对面 那个明孟家里看一下了 然后我就去那对面问一下 她说没有 然后我就跟她说 打电话给她说 我说你再想一下看 是不是在哪里丢了 她说我就逛了那几家店 然后她就慢慢地回想 万智潘先后跑了三家店 最后在附近的服装店里 找到了翟女士丢失的手机 我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发现的 在私衣间里面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 去关灯的时候 发现那个手机在私衣间里面 万女士说由于着急下班 她就先把手机放在店里 第二天上班 万智潘找到她 和她说明情况后 就将手机邮寄给了翟女士 我觉得人家丢了个手机也着急 这个手机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 如果是最好是物归原祖吧 一定会的这个 我们要这个时机 我们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说肯定大家都以心唤心 如果我丢了手机 我肯定也会好着急 然后她手机通讯录里面 什么银行卡 电话号码都在里面 如果我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 我还是会 就是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帮忙的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在甘州重义龙沟乡的梁田村 有一位叫肖武帝的乡村妇女 21年来尽心尽力照料瘫痪的小叔子 了解这件事的人都要夸一声 了不起 1995年春 梁田村的肖武帝和同村的刘长永结为夫妻 三年后 刘长永的弟弟刘长敏在煤矿打工时 不幸遭遇意外 导致腰椎受损瘫痪在床 八年后 刘家兄弟的母亲因病去世 刘长敏的生活变成了问题 两口子便将他接到家里照顾 为了增加点收入 丈夫刘长永外出打工 肖武帝则开了一个小卖部 补贴家用的同时 也方便照顾小叔子 我嫂子平时不但要称生活者的压力 还要称作家务 承重的家务 因为我哥哥都经常一个人 在外面要赚钱 自成我嫂子接过照顾我的证人以后 街坊邻居都是流言蜚语 他们都是贪图我的钱财 我嫂子虽然在承受委屈中 他依然没有放弃我 依然在照顾我 每天天一亮 肖武帝便开始忙活 帮小叔子刘长敏刷牙洗脸 喂好家里的鸡鸭 做好一家人的早餐 送孩子上下学 手电 干农活 从早到晚忙里忙外 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直到2012年的一天 肖武帝突然晕倒了 我是医院的检查 检查以后就是说我多了流血癌 流血癌以后是好好复联 帮助了我 帮助了我以后就好了 好了一点 那时候我小叔子就得病 18年又是得病 得病那个 又是在医院去了好久 之后那啥就是我在照顾他 在照顾他以后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上 哪个路上都没有 没有 没有 对 身上才是干干净净的 真的 我非常感谢我的小叔 没有他们 我生活不知道成为什么样 肖武帝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叔子 丈夫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左铃右舍在弹起他时 一个个都竖起了大拇指 肖武帝坚持那么多年 照顾瘫痪的小叔子 不怕苦 不怕脏 不怕累 我们都很敬佩他 肖武帝20多年如一日 悉心照料瘫痪的小叔子 任劳任怨 撐起了一个家 他的精神值得大家去学习 如今21年过去了 肖武帝依然坚持照顾小叔子 从未想过放弃 就在今年8月 肖武帝被评为敬老 爱亲 赞助好人 我高估高估不在了 他预够了 我不照顾他 谁照顾他 我一直坚持照顾他 本节目素材由崇一台 中崇盟 曾刘州提供 近日南昌市公安交污管局 东湖交警大队分控中心 接到了一名外地男子的紧急求助 他说自己一岁半的儿子 被筷子插进了庐内 即需要在南大医父院 东湖院去做手术 同时需要到省儿童医院 红骨滩医院取药 就在取药返回的途中 路上又堵车了 危急时刻南昌交警 立即为他一路点亮了生命绿灯 接到求助后 南昌市东湖交警大队 一边跟男子确认行车路线 另一边立即视频追踪求助车辆 从八一大桥杨明路 杨明东路全线一路绿灯 保障男子快速到达医院 当时晚上9点多 由于腾王阁周边的交通压力 包括八一大桥进城方向 车流量都比较大 我们也采取绿波保障的方式 让他在8分钟内 从红骨滩到东湖医副院医院区 原本从红骨滩省儿童医院 到东湖医副院 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 南昌交警全线一路绿灯 夏先生仅用了8分钟 就顺利赶到了医院 夏先生说 当天下午4点 一岁半的儿子 不小心被筷子插进了炉内 孩子情况十分危险 他们立即从景德镇乐平市 转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但由于孩子眼睛疼痛 没办法配合检查 需要从省儿童医院 红骨滩院区拿一种药物 而就在他们拿完药 返回来的途中 又遇上了堵车 心奇如焚的他 只好立即报警求助 然后交警的话 就是告诉我 就是叫我百度查了 我那个路线 然后他给我全程 放着那个绿灯 然后的话 后面我儿子的话 因为喝了这个药 就配合治疗了 就是配合检查 然后第一时间 就是把那个做手术 把筷子取出来 手术也比较成功 医师也跟我说 如果你给我再晚一点 他因为插到脑袋里面去了 他对脑袋的话 他到时候的话 会省上到脑组织 夏先生说 当晚幸亏南昌交警 一路给他开通了绿磁通道 他才得以快速将药物 送到医生手中 为抢救儿子 赢得了宝贵时间 现在他的儿子 已经康复出院了 我非常感谢 我们那个东湖区的 一个交警大队 他们全员我的 就是配合我嘛 配合我 第一时间的话 把那个药送到我们 医护医院 就是给我孩子的一个治疗 争取的时间 我非常感谢他们 都是平台记者报道 我们如果身体不舒服 可以到医院通过体检 看看出了哪方面的问题 城市道路也同样如此 可以通过体检的方式来诊断 今天上午 江西交投咨询集团 天池公司 联合华东交通大学 应用先进的 全频三维探地雷达 和自主研发的智能识别算法 对南昌市政道路 开展路面内部病害检测 据了解 全频三维探地雷达车 为江西省唯一一台 它能够对路面内部 进行精密诊断 类似于医院的CT机 能快速无损地 探测路面内部状况 这也是江西首次运用 市政道路的检测 那么就靠通过 我们的全频雷达波 然后检测里面的 阵段不连续 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后台来 像一个CT扫描一样 路面也做一个 双层式的CT体检 记者在现场看到 全频三维探地雷达 只要加载在车辆尾部 当车辆以2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驶过后 雷达天线 可以在不破坏地面的情况下 通过全波段频率的 电磁波反射和接收 在路面深度内 生成高分辨图像 实现对道路内部透视 其探测深度可达6米 精确度可到毫米 比如说我们拿着 是这个道路的改造 那么就提供了 这个准确的数据之后 他们在决策 项目的改造规划 或者是资金的投入等等 在这一方面 就是说有了很好的基础 数据基础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暑假过了大半了 如果您身边有孩子 和过暑假相关的 励志的 有趣的 想和大家分享的事 都可以把它拍成短视频 或者直接和我们联系 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0791-8831-6800 等着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 一位有志气的小朋友 8岁的刘文诚在这个暑假忙着游泳 每天上午 爸爸都会带着他去训练中心 巴黎奥运会期间 小文诚更是追着比赛看 因为他的偶像在打拼 加油 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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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赢了 我们慢慢进来 你喜不喜欢游泳 喜欢 非常喜欢 听说你的偶像是谁啊 潘展乐 为什么呢 因为潘展乐的腿啊 像螺旋桨一样 打着水 还有他还会拥有 巴黎腹肌 我也好想拥有 你现在怎么样 我看一下你现在有没有腹肌 没有 有没有 当然长大会有 对不对 好好训练 光说不练假把式 换上泳衣 带上泳镜 下水吧 这个训练中心是专门挑选游泳苗子的机构 教练说 从小文诚目前训练的情况来看 是个不错的苗子 因为他们现在的班级是属于一个基层队伍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梯队 然后在这个班级如果是游得比较好的 我们会往上升级 升到最高级就是我们的丹东竞训队伍 准赛 一定准赛 他可以往上升的 他还不错 好 精训队等着你 泳池里的刘文成快活得像个小精灵 每天的训练都非常努力 即使再累 教练帝下的任务怎么都要完成 你又是专门吃 是什么资深的你 一定要咬牙去滑游玩的 就是我就是看到了潘展乐 那个这个坚实这种的精神 因为他小时候也说了一句话 游得比孙阳快就行了 那你觉得你的目标是什么 超过潘展乐 或许是担心记者觉得自己在说大话 小文成又补充了一句 拿到全省第一再说 然后慢慢地阶段到全国全世界 为国争光 那你觉得这个暑假你没有去外面玩呢 或者什么天天在这训练呢 觉得有没有一点点那种抱怨 没有 因为我觉得在水里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说到瓷器啊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景德镇 但是您知道吗 我们江西啊 还有个地方 致辞的历史 要比景德镇还早一千余年 它在唐代 更是青瓷六大名谣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 与江西的一百次相遇 去看看吧 低调低调再低调 实力却不允许江西低调 封城的北上村 一个坐瓷比景德镇 还早上一千多年的地方 这里是最早使用霞波 和使用霞波装烧瓷的地方 也是最早使用玲珑技法 装饰瓷器的地方 唐代六大青瓷民谣之一 红州谣就在这里 逛一逛 目前中国仅存的一座 红州老龙窑 看一看陶艺师傅 素泥雕刻上色 手痒了 也可以轻松体验 玩泥巴的快乐 来这里还不能错过 喝茶这一项 毕竟茶商陆宇 也爱用红州窑的青瓷 珍一杯茶 举杯打卡 真的不要太出篇 快来江西的背上村吧 感受一下 中国千年的瓷文化 我是满心 期待下次相遇 中午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昨天到今天 我省多地出现震雨或雷雨天气 截止到早上八点 过去的二十四小时 全省有十一个县市出现了大雨 峡江和渝都还出现了超过五十毫米的暴雨 经过雨水的冲刷 气温上升速度明显放缓 早上八点 全省平均气温为二十六点三度 比昨天同期下降了一点五度 人体感觉十分舒适 预期未来还会延续这种多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 全省多云见阴会有震雨或雷震雨 局部地区有大道暴雨 雷雨来时局部可搬有强雷电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各地要注意加强防范 好的 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南昌雷震雨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九江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福州雷震雨转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景德镇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上饶雷震雨二十五到三十四度 樱潭小雨二十六到三十度 宜春雷震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新雨雷震雨转小雨二十四到三十度 平湘小雨转阴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吉安雷震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赣州中雨转雷震雨二十五到三十二度 以下是部分现实区天气 稍后您就看到 开发旅游项目占有山林 村民却没有如约获得补偿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不要久拖不决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纠四峰 敢坐善为抓落石 今天继续关注大抓落石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九岁女孩买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十五天消费八千元 涉事店家对此作何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记者维权出击 我选特别香的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煎炒烹炸炸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卤花低解酸菜籽油 变现的机会来了 重金收购老茅台酒 老四特酒 各种地方名酒 重金收购黄金首饰 金条奢侈品 家里有闲置的名酒 奢侈品黄金要变现的 请把握好难得的变现机会 一瓶成年老酒 价值可不一般 重金收购老茅台酒 各种地方名酒 2017至1995年 2800元至15000元 1994至1979年 15500元至35000元 1978至1953年 4万元至260万元 老酒回发难保存 及时变现不吃亏 年份越久 价格越高 同时收购 奢侈品 名表 名包 黄金 全部加价收购 数量越多 价格越高 本次活动公平 公正 公开开展 现金收购 诚信经营 不无故压价 只要你有好酒 价格不是问题 免费鉴定 全省各地 选个免费上门服务 电话167 501888888 时间8月1日至20日 地址南昌市雍书路9号 都市严选店内 人老戏不老 全靠 腰腿好 好 书筋 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 金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 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 建腰丸 对 广州 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热烈祝贺 都市严选 清凉滋补养生节 盛大开启 八十头文山三七 每斤仅需 九十九元 香生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 每克一块五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买一斤 送一斤 江东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 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 送三盒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 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远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制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特惠活动及福利 惊喜一 进店买就送 价值五十九元 中药防纹相包 惊喜二 一斤装百花蜂蜜 仅需九块九 地址南昌 永书路九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 永书路交叉口 远长运斜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 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 干问平台 坚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您可以下载 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任 干问平台 二十四小时 为您守护 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继续来关注 直面问题 纠四峰 赶坐善为抓落实 系列报道 最近 有九江市 武宁县罗平镇的村民 向我们反映说 由于开发旅游项目的需要 他们的部分山林 被占用了 但是当地相关部门 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补偿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九江市武宁县罗平镇 长水村村民 卢金宝告诉记者 去年十月 村干部和他沟通过 计划在他家三目多的山林 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 今年上半年 在没有签订合同 也没有补偿的情况下 多个木屋 在他家的山林上建了起来 我们当初也是为了 支持政府工作 也是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 这种事肯定会支持 但是你动工之前 你起码要跟这些村民 商量一下 该怎么征收 该怎么补偿 村民周国平告诉记者 这个项目还铺设了 观光车轨道 占用了当地村民的 一部分山林 相关部门 同样没有和村民协商 还没签字的情况下 就把我们的山厂勾去了 做得否则到 说做好后 他就是说 把那个赔偿卡给我们的 现在经营两个多月了 赔偿卡还没到 协议也没签 开工的时候也没跟我们讲 我们都不知道的 为此村民们曾多次 向武林县 罗平镇等相关职能部门 反映情况 他们就是说 给你们钱 补偿卡 给你们 到现在一直没找落了 找过乡政府 村部 还有那个市长乐线都打了 他到现在营业了 我们都还不知道是谁建的 我们就知道乡政府 村民们认为 政府开发旅游项目 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法规和程序 和村民签订合同 进行相应补偿 我们想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们都是当地人 你这个旅游事业做起来了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 既然做了 肯定是想让你做好 但是首先 把我们的事情处理好 我们就是现在 就是说 该给我们的 要给我们补偿款 在什么时间给我们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占用林地做旅游开发 当地政府 为什么没有和村民 签订征地协议 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补偿呢 问题又究竟 卡在了哪个环节 我们调查继续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找到了 九江市武宁县 罗平镇长水村 党支部书记卢贤锋 他告诉记者 近两年 罗平镇政府 正在打造长水景区 需要在七里西 村小组的山脚下 建休闲旅游景点 会占用村民的部分林地 他们之所以 还没有向村民支付补偿款 是因为村民们的山林 界限不清 存在争议 导致合同无法签订 七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跟老百姓一起商量 商量三四回 把大家叫在一起 他自己中间有些争议 你没办法提交上去 我也想把他赶快把他签掉 政府也催得我赶快把他签掉 记者了解到 长水景区 由武宁县罗平镇政府 全权委托 武宁县罗平建设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建设 征地补偿相关事宜 委托长水村村委会 沟通处理 武宁县罗平镇 党委书记赵刚解释说 村民反映 林地开发后 没签订合同 也没据付补偿款的问题 将会在八月份解决 林地我们是占用 这个事实 是事实 我们对此也高度重视 我们派了专门的工作组 对此事的进行一些梳理 先把这个百姓占用的 他现在急迫的需求 我们先预满足 在这个八月底之前 把对老百姓林地的占用 这个钱先放放到位 赵刚还告诉记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 到长水景区旅游观光度假 今年镇政府将加大 对长水景区的对外宣传推荐 景区运营后 计划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10% 向长水村村民分红 我们是想把长水景区打造一个 集 吃 喝 玩 游 乐 够 多方统一的 一个集合性的景区 让这个景区更具有吸引力 更具有游玩力性 然后更能给百姓以红利 在记者采访结束的8月6号晚上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武宁县罗平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与当地村民签订了农村土地占用补偿协议 你们来了之后 当天晚上 罗平正政府跟长水村委 就把我们这些村民召集到一起 把合同签了 按照这个补偿标准 33,170多美模 第二天钱就到账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发展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占用林地 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法规 履行相关程序 对村民和村集体进行合理的补偿 尽管在实际工作中 会存在诸多林地确权方面的遗留问题 但我们想说 这并不代表可以先上车再买票 基层政府只有依法依规办事 提前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化解好 才能既确保工作进度 又不落下后遗症 才能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 真正的把好事办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 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前两天南昌市民黄女士 通过我们都市频道的 24小时新闻热线 0791-88316-800 向我们反映说 她的女儿9岁了 在短短的15天之内 悄悄地花费了将近8000元 而这些钱全部都用在了小区附近商店 购买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对于黄女士来说 8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孩子究竟为何痴迷于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商家又怎么会让一个9岁女孩 放肆消费呢 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黄女士表示 暑假期间她和丈夫都忙于工作 9岁的女儿由外婆暂时看管 可在7月底 她突然发现家中的衣柜 沙发抽屉 还有小孩书包里 出现了百余张小马保利卡牌 黄女士了解到 这些卡牌价格不菲 孩子购买卡牌的钱 又是哪来的呢 刚好就说她拿有钱买这种卡片 我老公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不是放了现金在哪里 回来发现她的钱包 钱全没了 这个包里面本来有多少钱 大概有8000左右 黄女士怀疑是女儿 拿了钱包里的8000元现金 购买了这些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随后在黄女士的询问下 女儿承认自己拿了钱 在小区附近的一家 米多仙庄商店 购买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放这个钱的位置 小朋友是知道的 对 因为小孩子也不会去 把它往坏处想 然后就跟我说 妈妈我拿了 爸爸的钱去买那个卡片 我说你在哪里买的 她说就在我们小区 对面的那个米多仙庄 我说你买了多少 她说她不知道 因为小孩子对钱没有概念的 黄女士说 如果女儿只是花了几百元 买卡牌盲盒 她也不会计较 但是短短15天 8000元就被孩子 独自挥霍一空 她认为商家也存在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 一个小孩子9岁 没有监护人陪同去买东西 就跟老板说 她看我女儿的照片 我说这个小女孩 是不是经常来你这里买卡片 她说是 跟我说她大概买了多久 每次来买多少 她说经常来 买了蛮多的 黄女士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这家米多仙庄商店了解情况 刚进门记者就发现 摆在货架上的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数量还不少 电员表示 暑假期间小马保利卡牌盲盒销售十分火爆 除小孩自己购买之外 还有一些家长会亲自为小孩购买 小马保利作为一款知名的卡通IP 她的衍生产品在市场上一直有着较高的热度 然而当这些卡牌被赋予了盲盒属性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商品 孩子们在购买卡片的过程当中 满往会被其精美的外观 稀有的款式所吸引 而忽略了其不菲的售价 容易造成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那么黄女士所说的8000元 究竟是否都在这一家门店消费的呢 店老板又会作何回应 一起来看 记者和黄女士找到了 米多仙庄商店老板刘女士了解情况 她表示黄女士的女儿 的确在她店里购买过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但她记得只有两次 总消费金额不超过500元 对于家长要求退还8000元的要求 商店老板刘女士难以接受 刘女士表示 在南昌市洪谷滩区 心里冬源一带 有不少商家都在售卖小马保利卡牌盲盒 况且自己店里销售 小马保利卡牌盲盒也是明码标价的 记者注意到 在小马保利卡牌盲盒说明栏上看到 本商品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 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购买 需取得监护人同意 对此商店老板刘女士又作何解释呢 根据民法典第19条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致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商店老板刘女士认为 一名9岁的小孩 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大笔消费 家长的监管也有缺失 而针对退款金额的问题 双方也向南昌市鸿鲁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龙湖分局反映过多次 但一直没有解决 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接到黄女士投诉后 他们也对米多鲜庄商店销售的 小马宝利卡牌盲盒的生产日期 销售价格进行了检查 目前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经过沟通 南昌市鸿鲁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龙湖分局 还会组织双方再次协商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 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半年同行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远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旨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客会活动及福利 惊喜一 静电买就送 价值59元 中药防蚊相包 惊喜二 一斤装百花蜂蜜 仅需9块9 地址南昌 永书路9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 永书路交叉口 远长运斜对面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400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400多年了 变现的机会来了 重金收购 老茅台酒 老四特酒 各种地方名酒 重金收购 黄金首饰 金条 奢侈品 家里有闲置的名酒 奢侈品 黄金要变现的 请把握好 难得的变现机会 一瓶成年老酒 价值可不一般 重金收购 老茅台酒 各种地方名酒 2017至1995年 2800元 至15000元 1994至1979年 15500元 至35000元 1978至1953年 4万元至260万元 老酒回发 难保存 及时变现不吃亏 年份越久 价格越高 同时收购 奢侈品 名表 名包 黄金 全部加价收购 数量越多 价格越高 本次活动公平 公正 公开开展 现金收购 诚信经营 不无故压价 只要你有好酒 价格不是问题 免费鉴定 全省各地 选个免费上门服务 电话167 501888888 时间8月1日 至20日 地址 南昌市永书路9号 都市严选店内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前两天 由上海振华重工 建造的亚洲首制 风电运维母船 在江苏启东 命名交付 该系列船的交付 实现了海上风场的 安全 高效 智能运维 为中国海上风电开发 走向深海 再添利器 漂浮的两艘 亚洲首制风电运维母船 智真100 及智程60 分别可搭载100人和60人 两艘船专为 深远海风场的 运行维护设计 可进行连续高效作业 海上风电运维母船 能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目前中国主流的 海上交通船 窗口极短 无法接续作业 往返知识多 效率低 恶劣海况适用性差等痛点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解决深远海 海上运维的最佳方案之一 作为国内海上风场 首次应用的高等级 专业运维母船 这两艘船首次搭载了 正华重工自主研发的 波浪补偿站桥 可实现严苛海况下 人员和运维设备的 高效转运作业 波浪补偿站桥 它是能够抵御 很大的海上波浪 安全平稳地 将我们的运维人员 从母船上走路 到我们的风机 去进行运维工作 此外两艘船 还拥有工作子挺 登城平台 直升飞机平台 采用柴电和锂电 混合动力 以及智能运维调度系统 运维母船交付后 将进一步服务国家 深远海海上风电发展 助推十四五期间 五大千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基地 加速建设 近日在重庆 岐江区赶水镇 市民李先生一家 在河边纳梁游泳的时候 上游突然就涨水 导致被困 经过救援人员 一个小时的紧急研究 李先生一家 才成功脱困 当天下午 市民李先生一家五口 在岐江区赶水镇 阳渡河游玩 没想到上游来水 导致河水爆炸 一家人被困在 河对岸的崖壁上 于是李先生赶紧 打了报警电话 当时一看来 那个水好像脏起来了 可能有一律十秒的时间 都变昏了 就变黄了 看不到路了 然后水有一点急 那个水一直都脏 我的包摇摇的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 并配合消防人员 对被困人员展开营救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通过 签绳的方式 对被困群众进行救援 我们第一次签绳 是从被困群众的河对岸 直接签绳过去 但是由于水流比较湍急 就没有成功 然后第二次签绳 是往上游比较平缓的一段 签绳过去 在警方消防的通力合作下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急救援 李先生一家五人成功脱险 转移到安全区域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市民 目前政治讯奇 水情变化较大 大家到河边纳粮玩耍 一定要小心谨慎 最近一条寻人短视频 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一对来自湖北的母女 在山东青岛海边游玩时 女儿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 紧急时刻 一名正在岸边锤掉的 青年事业元首 成功叫女孩救上岸 事后这位母亲 尝试通过网络视频 寻找救命恩人 8月11号 名为天使AMP女人的账号 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 讲述自己与女儿 在海边被救的经历 并寻找救命恩人 发布者是来自湖北的余女士 当天上午 余女士和女儿 来到青岛八大侠附近海域游玩 正在拍照时 不料一个浪打过来 把孩子卷入海中 一位正在岸边锤掉的青年 立即施以援手 利用自己的钓鱼竿 和其他方式协助 成功叫女孩救上岸 钓鱼的小哥就把他的鱼竿 丢到给孩子拉着 那个鱼竿是组装的 一拉就又掉了 他就一直往岸上爬 我也就爬在这个岸上 把手伸向孩子 就一个大浪 又冲过来的时候 就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我就一把抓住了孩子 那个钓鱼的小哥 就在后面抓住了我 使劲拽住了我 经过一番救援 母女俩成功上岸 但此时两人已经全身湿透 鞋子也不知去向 母亲在安抚好受惊的女儿后 才意识到忘了向救命恩人表达谢意 但当她返回事发地寻找时 青年已经离开了现场 事后 余女士通过网络平台 讲述了这段被救的经历 自己在惊慌失措之际 未能及时留下救人青年的联系方式 希望能通过网络找到她 表达感激之情 余女士同时发布了三张照片 照片中就是她要寻找的救命恩人 小伙儿戴着遮阳帽 穿着轻便的休闲装 面带灿烂的笑容 虽然照片略显模糊 但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友善的气质 余女士的视频发布后 也有很多人留言 有帮余女士出厨一群人的 还有很多是为救人小哥点赞的 因为那个台显太滑了 如果她不拽住我的话 再一个大郎过来的话 我肯定也卷下去了 如果没有她的话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现在自行车运动风潮正盛 一些问题和挑战也随之出现 近日男孩随父亲 跟团骑行 遭碾压身亡这一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惋惜的同时 也要再次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骑行过程中 该如何避免危险因素 如何建设安全 友好的骑行环境呢 网传视频显示 一名11岁男孩跟着父亲 以及自行车队 在双向公路上骑行 在接近中线时 不小心摔倒 进入对面车道之后 遭对象行驶车辆碾压 经抢救无效死亡 骑行爱好者张晓表示 无论责任如何划分 都难以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 同时对于自身的骑行安全 也敲响了警钟 专家指出 户外骑行不同于 其他环境相对稳定的运动项目 受车流量 路况 天气等因素影响 而且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因此在骑行过程中 不仅要守好 遵守交通规则的底线 还要控制速度 以期对潜在的危险因素 有足够的预判 骑行的主要风险 还是来自于交通事故和交通意外 在城市的道路中 车多 人多 路口多 特别是在转向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出现视觉盲区 在郊区的骑行路线当中 连续的下坡 连续的弯道 减速带 路况比较复杂 特别是这些位置 还是道路遗洒主要发生的地点 所以控制速度 是我们骑行安全的第一要素 外界的危险需要预判 但自身的防护更为关键 专家提醒 无论是新老骑手 必要的车况检查 装备配备 路况查询 都需要提前做好功课 才能在安全的环境中畅想齐行的乐趣 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或者是眼前的利益 非法持有枪支 狩猎 最终也因为触犯法律 被请进了牢房 近日 巴中公安森林警察支队 发布了一起 涉嫌非法持枪 非法狩猎案件 警方介绍 7月底 巴中公安森林警察支队 接公安部指令 核查一条 非法持有枪支狩猎线索 接到线索后 巴中公安森警支队 迅速组织警力 巡线开展调查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居住地 民警现场查获七枪一支 瞄准近四个 同时查获违禁麻醉药 肾上腺素等药品23盒 金讯问 涉案嫌疑人对非法狩猎 非法刑医等犯罪事实 公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野生动物资源 属于国家再生平衡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大群众要保护好野生动物 不烂捕 不猎杀 不买卖 不实用 做文明 守法 有爱心的好公民 若发现非法猎捕 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请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飙车炸街的行为 危害着道路的交通安全 和社会秩序 同时也扰乱了市民正常的生活 近期 四川成都交警二分局 经过缜密的侦查和精确布控 就成功打掉了一个 长期扰乱公共秩序的 飙车炸街团伙 一举抓获 涉案人员7人 通过这些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这几名摩托车驾驶员 实施炫技驾驶的地点 位于城市道路的十字路口 并且还时不时的 有正常行驶的社会车辆 路过此处 非常的危险 其次通过视频我们看到 这几名摩托车驾驶员 除了做出烧胎 轰油门 制造声浪 压弯 翘头等行为以外 甚至还做出了高速过弯时 故意压低车身 使摩托车与地面摩擦 产生大量火花的炫技行为 这种行为如果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接到保险后 二分局立即阻止 多名经理 展开调查 通过大量排查工作 连续七天分散 边挖边打 最终把锁定的 七名违法嫌疑人 全部抓好归案 经过询问得知 这个涉案团伙 以斯某张某为首 其中斯某去年6月9日 就因为飙车炸接的违法行为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日 而进入今年7月以来 该团伙几名成员 除了拍摄飙车炸接视频 发布的网上炫耀 博取关注以外 还利用召集人的身份 宣传并销售自家的 摩托车改装零部件 这些行为 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通信秩序 制造了爪音 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整场生活 根据展官的触发法 第26条的实相规定 给予了10某展驻6、7日 其他6人过展驻6、5日的触发 接下来快速扫描 国内省内的民生大事 进入今天的咨询快报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 截至8月17号23点25分 2024年暑期档 档期总票房突破100亿元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8月18号8点到19号8点 内蒙古中东部 黑龙江南部 吉林西部 辽宁中南部 湖北西部 江西湖南东部 福建南部 广西东部和南部 广东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大暴雨 其中广东东南部 沿海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搬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有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7月邮政行业 寄地业务量 完成158亿间 同比增长20.1% 为满足用户 夜间收集需求 快递企业 逐步延长服务时间 夜间寄地覆盖范围 扩大至近300个城市 最新数据显示 7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1%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在工业41个大类行业中 33个行业增加值 同比实现增长 其中 装备制造业增长加快 作为全国首条 自由贸易试验区 始发和首条加入 中欧安置贸项目的 国际班列线路 中欧厦门班列 自2015年8月16号 开行9年来 累计开行1335列 再获11.3万标箱 获值340.2亿元人民币 据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 今日新建 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 重庆西至宜宾东段 连条连市圆满结束 正式进入 命行试验阶段 渔坤高铁建成通车后 成都到昆明之间 三小时左右可达 较目前高铁最短用时 缩短一半左右 以上就是今天 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 稍后明天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继续认识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贡客家根雕的 飞移传承人 陆仙宾 看他尝试用综合材料 打造全新的根雕艺术 外婆香小炸菜汁油 加油 找到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汁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热热祝贺都市严选 清凉滋补养生节 盛大开启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 每克一块五 深海域原产地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送三盒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制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特惠活动及福利 精细一 进店买就送 价值五十九元 中药房文相包 惊喜二 一斤装百花蜂蜜 仅需九块九 地址 南昌永书路九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 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薄翠中药 降薪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药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药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4到12岁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现样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蓝鹿虎 及时防治 健康热线8665个3 欢迎回来我是郭凯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昨天的节目当中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贡客家根雕的 飞移传承人傅仙斌老师 跟我们聊起了 他从小开始学习绘画 和根雕的经历 在他看来 现在的根雕 已经和传统根雕 有了很大的区别了 而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多种材料 一起来打造新的根雕艺术 为什么说要打造新的根雕艺术呢 是因为很多年前 在北京学习的时候 傅贤彬老师曾经参观过 一个国外雕塑展 里面的很多抽象雕塑的自然造型 我们国内老传统的根雕造型很相似 那么怎么能让传统根雕 与雕塑艺术结合呢 其实就是艺术都是相通的 多元化 包括现在有很多艺术门类 走向综合材料 比如说像我有那个根雕 我会把那个金属 把它融合进去 比如说做一个支撑 动物的这种眼睛 用那个金属 比如说像铜的螺丝 或者说这种锚钉 把它夹在这上面去 然后也想了说 用那个像勾针编织 而很显然这种尝试是有效果的 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人体结构 表面就是树根 还是块腐烂散掉的部分 为了保留这样的感觉 只能用金属柱子来支撑 还有这件羊头 它的头和脚 是两种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 脚是树根 而头是木头 这样多种材料结合下 才能看到如此逼真的作品 方形的 其实就是为了规则的 为了寸头这个不规则的 这个就是纯天蓝的这种根 然后把它做了一些镶嵌 跟木条融合在一起 它这个这是镶嵌啊 对啊 对 摸起来没有那个 我想象当中的接口 你咋想到的 这个太绝了 也是我比较喜欢画画嘛 然后会平时会看一些 中国这种水墨啊 包括油画抽象的 这种大写意啊 会从里面去学习 学习它这种造型 这其实也是把画里面的真实感 搬到了我们的眼前 变得更有辨识度和立体感了 并不是一味地用单一的材料来创作 这一路它就用了20年的时间 可以说现在的根雕 完全颠覆了自己原来所学到的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 其实就是观念的转变 它技法工具 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你用这个来 怎么做自己的一些创作表达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观念呈现出来 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它就是有点天分在的 天分是还是有一些 但更多是乐爱 其实就是两条队走路 传统的也做 然后做些尝试 做一些其实类似于综合材料这样的 往这方面去靠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72小时的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雷震雨26到31度 明天雷震雨转多云26到32度 后天雷震雨转多云26到32度 九江今天小雨26到33度 明天小雨25到33度 后天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怡春今天雷震雨25到31度 明天雷震雨转多云25到32度 后天雷震雨转多云25到33度 平香今天小雨转阴26到31度 明天小雨转阴26到32度 后天小雨26到33度 新雨今天雷震雨转小雨24到30度 明天雷震雨转阴25到30度 后天小雨25到32度 辅州今天雷震雨转小雨25到31度 明天雷震雨转小雨25到32度 后天雷震雨转小雨25到32度 樱潭今天小雨26到30度 明天小雨26到31度 后天小雨26到31度 景德镇今天小雨26到33度 明天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 后天小雨25到31度 上饶今天雷震雨25到34度 明天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 后天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 吉安今天雷震雨25到31度 明天中雨转雷震雨25到33度 后天雷震雨26到33度 赫州今天中雨转雷震雨25到32度 明天中雨转雷震雨26到32度 后天中雨转雷震雨25到32度 耳道与耳膜之间溜达 这个蜘蛇差点没把我吓死 内镜下这只小蜘蛛在姚女士的耳道里十分活跃 溜达在耳道与耳膜之间 医生说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直接用工具掏耳朵 以免蜘蛛受刺激对耳道进行攻击 医生介绍除了蜘蛛 临床中最常见钻入耳朵的还是蟑螂 我们会建议如果你家里面有干净的油剂的话 可以往耳朵里面灌 比如说我们来到医院的话 我们会用麻药或者是石拉油 刀到我们外耳道去 然后让昆虫停止活动 这样子我们再来取 它的一个损伤是比较小的 医生表示昆虫都喜欢往黑暗有缝隙的地方钻 容易钻进人的耳道 但是人的耳道并非直线 昆虫进入耳道后不容易走出来 就会在耳道里乱钻 容易引起疼痛和感染 严重的甚至会穿破骨膜 如感到不适应尽快就医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 但疼起来真要命 不过牙疼真的不是病吗 最近湖北武汉的孙女士 就被牙疼折腾了有一个月了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 病婴就藏在她牙齿的小裂缝里 孙女士今年22岁 每逢天热她都习惯吃雪糕消暑 近一个月 孙女士感觉左上后牙刺痛感明显 以为忍一下就会缓解 为了疼痛感变本加厉 以至于到了影响进食的地步 太冷的或者是太热的牙齿都会有一点不舒服 就是胀痛或者酸痛 吃消炎药治疗未果 孙女士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口腔科就诊 医生对患者口腔做了全面检查后 终于揪出了病因 牙引裂 患者口内是这颗牙胃 在这个牙面上面有一条横观的裂纹 这是一颗右侧上合的前墨牙 经过根管治疗 核观修复后 孙女士的患牙得救 牙疼也消失了 医生介绍 牙引裂是指发生在牙关表面不易察觉的 非生理性细小裂纹 早期裂纹不明显 容易被忽略 最极端的情况 这个裂纹继续往牙根下面延伸 导致这个牙齿完全都裂成两半了 那有的时候患者来的时候 口内就直接可以看到一个 劈成两半的牙齿 那这个牙齿就只能完全拔除了 医生提醒 大家务食或少食过硬的食物 不要用牙齿开啤酒瓶等 这样可以避免牙引裂 同时日常爱牙护牙也必不可少 平时口腔保健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日常做好这个刷牙 没有什么问题的正常的牙齿 可能平时也是尽量避免有 很这种极端的冷热刺激 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有一些磨牙 或者说无意识紧咬牙的这种习惯 自己要有意识地来进行纠正 观看奥运比赛 除了分享运动带来的激情 还能学到不少健康养生的知识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很家常 它就是一种深受运动员们 青睐的水果香蕉 不知道大家伙发现了没有 很多运动员在备赛的间隙 都会吃一根香蕉 那这是为什么呢 赛场上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叫暂停的时候 在场边吃了一根香蕉 他的队友孙颖莎 也在16强比赛赢了之后 边离场边吃香蕉 此外公路自行车运动员 吕仙景 体操运动员邹靖元和肖若腾 也都吃了香蕉 为什么这么多运动员 都对香蕉青睐有加呢 除了携带方便 吃起来方便之外 香蕉丰富的内在 才是它胜出的关键 第一个呢 就是其实它本身 就是含有一个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其实吃香蕉 首要的这种是补充碳水 那比如说我们吃一根香蕉 大概是150克左右 它里面含有20%的碳水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它含有非常好的一个甲粒子 梅粒子 这些电磁质的东西 那这些食材 这些营养素 其实对于它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 出汗 导致了一些电磁质稳烂的一个缓解 导致肌肉的筋软 这一方面 其实是会起来一个 更好的一个补救作用的 说到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还记不记得 就在上个月初 一名游客在杭州东站 准备乘车时 突然头晕目眩 四肢无力 吃下香蕉以后 这名游客逐渐缓了过来 所以香蕉不只是补充体力 关键时刻还能救人 香蕉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寒甲 每100克当中有256毫克的甲 所以对它来说 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就是一个补救的作用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颅骨它那个晕厥 是因为低血糖导致的晕厥 那其实是香蕉 它寒糖量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但有一点您可能想不到 一直以来 大家似乎都认为香蕉跟通便有关 但其实没有什么证据表明 它通便效果强 真正有利于促进通便的水果 医生推荐有西梅 猕猴桃 火龙果等 眼下正值 瓜果丰富的夏季 医生建议最好选择 当季自然成熟的水果 比如葡萄 桃子 哈密瓜 西瓜 猕猴桃等 每天摄入200到350克 比较合适 假期里 教孩子做作业的问题 可能会让很多家长都很头大 在这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 千万别动气 因为太生气 真的很容易伤身 最近 有位妈妈就被气到 进了强救室 最近 一位上海的女士 因辅导 暑期作业 与孩子发生争执 出现胸闷 呼吸困难 自肢麻木 肌肉僵直 手指呈爪形等症状 被送往医院急诊就职 新诊断 该女士为过度通气综合征 俗称呼吸性见中毒 这类病人在领床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家长在辅导作业 还有我们的过度紧张 会出现我们的过度通气之后 就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性的一个减中毒 呼吸中枢受到刺激导致呼吸加速 从而引发过度通气 大部分患者不需要药物干预 在医院进行吸氧治疗 心理疏导 即可缓解症状 据介绍 过度通气综合征是一种情绪应激状态 剧烈运动或者情绪激动时容易出现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不要用简单的一些方法去处理 比如说我们说口袋呼吸法 就是拿一个纸袋 然后再放到我们口鼻处 在纸袋里面去呼吸 然后将加我们的一个二氧化碳的吸入量 就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症状 如果症状不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也可以说用直接戴口罩的一些方法 这也能够达到一定的一个缓解作用 虽然大部分呼吸性减中毒不致命 但严重者也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因为减中毒可导致患者体内血脚下降 是心脏垫生理异常 从而发生致命的心理失常 所以说气死人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生活中频繁遇到 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 同时一定要放平心态 长期焦虑暴躁会影响健康 辅导作业虽然虐心 但还是希望宝爸宝妈们 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躺平是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日常状态 他们说能躺着绝不坐着 能坐着绝不站着 不过您知道吗 长期久坐 臀部肌肉可能真的会被躺平 造成死臀综合征 臀部也会生病吗 这生了病又该怎么治疗呢 咱们一块听听医生的说法 死臀综合征也叫臀肌失忆症 顾名思义就是臀部的肌肉 长时间不工作 就忘了自己的工作 虽然很多人没有听过死臀综合征 但说起久坐带来的弊端 大家还是感同身受的 医生说成天久坐不动 臀肌就像是长时间被拉长的弹簧 慢慢失去弹性 无法完成应有的收缩功能 臀肌功能减弱 腰部和西部的肌肉 只好亲自上阵带牢 长此以往也会劳损 根据临床经验 经常久坐的上班族 网约车 大货车司机等群体 容易产生四臀综合征 其中30到50岁的女性居多 那如何判断自己 是不是患上死臀综合征呢 一个动作就可以自测 正常我们深蹲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双脚僵宽 宽膝怀是在一个面上 而死臀综合征的人 他就臀肌干不了活 靠弯腰代替了 而下肢没力的时候 靠的脚蹲下去了 医生提醒 死臀综合征容易导致 肢咳关节错位 一旦出现后 患者应及时进行复卫治疗 并展开针对性的肌肉稳定训练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可以看到 家里的双层钢化玻璃 频繁爆裂 业主怀疑质量有问题 您的繁星事 短星事 干问 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肩板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生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履不提 混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前的证明 每一刻 幸福人 好吧 好吧 大到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矿性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江西 奋斗向前 2024润田翠 幸福江西行 万人见步走 用奋斗创造奇迹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珍惜好活力 酒喝润田翠 润田翠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变现的机会来了 重金收购 老茅台酒 老四特酒 各种地方名酒 重金收购 黄金首饰 金条 奢侈品 家里 又闲置的名酒 奢侈品 黄金要变现的 请把握好 难得的变现机会 一瓶成年老酒 价值可不一般 重金收购 老茅台酒 各种地方名酒 2017至1995年 2800元至15000元 1994至1979年 15500元至35000元 1978至1953年 4万元至260万元 老酒毁发难保存 及时变现不吃亏 年份越久 价格越高 同时收购 奢侈品 名表 名包 黄金全部加价收购 数量越多 价格越高 本次活动公平 公正 公开开展 现金收购 诚信经营 不无故压价 只要你有好酒 价格不是问题 免费鉴定 全省各地 许可免费上门服务 电话167-501-88888 时间8月1日至20日 地址 南昌市 永输路9号 都市严选店内 头晕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今天是中元节 甘州龙南各乡镇 城市社区组织干部 进村入户开展 中元节文明祭祀宣传 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兴风 践行绿色低碳科学的祭祀方式 在甘州龙南市桃江湘 公众人员走进村民家中 走进乡镇企业 向广大群众发放 中元节文明祭祀的倡议书 宣传保护环境 低碳祭祀理念 大力提倡鲜花祭祀 家庭中司等文明祭奠方式 引导广大群众通过 献一束花 敬一杯酒 植一棵树等方式 代替传统的烧纸钱 放鞭炮等救喜 寄托哀思 缅怀仙人 一觉醒来 搏颈酸胀 手臂发麻 相信至少不少小伙伴 读书的时候 趴在桌子上 睡觉的切身体验 今年秋季开学 宜春市万载县 部分中小学生 可以洗提午休大礼包了 可躺式客桌椅 让大家实现午休躺着睡 近日记者来到 万载县第一小学看到 工人们正在安装 多功能午休椅 等待秋季学期 学生的到来 到9月1号开学的时候 孩子们将全部用上 这种可躺式的桌椅 他们午休起来 会特别的舒适 对他们健康成长 一定是大有益处 除了占地面积不同 上课时 午休椅和普通课桌椅 无异 午休时 收起小桌板 放到靠背 放好头枕 通过简单操作 就可以延展成为 睡眠的躺椅 拉开后的椅子 大约成145度角 符合人体工程学 舒适角度 学生每天午休时 趴睡 就会变成躺睡 坐下来发现 这个凳子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椅子的后背 可以牢牢地 拖住学生的后背 下面这里有一个开关 往上一抠的话 我们的后背往后一推 在椅子的下面 有一个拉杆 把它拉出来以后 往上一推 还是一个脚拖 我们的学生午休时 还可以把脚放在上面 下面有一个收纳箱 平时学生带的枕头 小被子 都可以放在下面 据了解 今年5月 万载县2024年 重大民生时事项目中 明确提出 配齐第一批城区小学 可躺式客桌椅 第一批次城区 9所小学 18479套招标工作 已于7月中旬完成 第二批次乡镇中小 第三批次 其余村小 教学点 可躺式客桌椅 将分别在 2025 2026年 完成采购完装 曼载台 黄敬富报道 今天筹判 我帮你办 进入今天的干问 热线曝光台 九江联系区的姚先生反映 他住在庐山玉府A5栋 最近主卧的双层钢化玻璃 爆裂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之前次卧的玻璃也爆裂过 怀疑是质量有问题 像物业反映不给更换 姚先生对此有意见 景德镇珠山区的江先生反映 他住在群音街扎巴弄5号 有一家新开的酒店 在装修时 在5号楼前面的公共通道上 安装了冷暖水箱和水泵 不仅造成居民出行不便 还存在噪音扰民 南昌青山湖区 昌九小区的潘先生反映 前几天有施工队进入小区 挖断了小区的主要道路 挖出来的砂石 直接堆在路上 导致车辆无法进出小区 赶州重溢县的叶先生反映 当地的沿江路 与杨岭大道交界处 雨下得稍微大一点 这个路口就会积水 水还非常的脏 因为长期积水 路面都破损了 九江巡洋区的李先生反映 他住在渝亮南路21号 去年上半年 房顶改造搭建了棚子 膨胀螺丝把防水层打穿了 下雨顶层住户漏水 墙面发霉 墙皮脱落 节目播出后 盆埔街道工作人员答复 经与施工方沟通协调 目前施工方已对屋顶进行修缮 使用防水材料 对渗水点进行了加固 上饶玉山县严瑞镇万花村的 杨先生反映 他们村里的两种厂 安装了无人机的充电站 设备24小时开机 噪音很大 灯光也很刺眼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节目播出后 玉山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答复 无人机是用来巡视线路的 目前已经将设备 从屋顶往下迁移 减少了灯光的照射范围 并对设备进行降噪处理 以上就是今天热线曝光台的 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 今天中午的热线电话 您好 您好 您电话已经进来了 要反映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先说 说你晚上大概 大概11点多钟 接下来永书路 永书路 永书路就打个车 打个车打到这个 这个红字路 这个是接着 这个就是这里 这个黄文婷这边 打车然后是什么事呢 请讲 我到了家了 下来了 下来我就付了钱给他了 付了钱给他 给这个包拿下来了 包落到出租车上了是吗 好 好 谢谢您的来 包没拿来 包没拿到 好 快来 好